然後就是我的直覺 對他的一個第一直覺 我們從回到Logo那一頁開始 就會比較明白 就很不帶商業口吻的 就是去評斷這些廠商的 就是依照平常對他的經驗 像PenaVision那個就沒有什麼 因為他對我太遙遠了 因為他是 他其實是租訂器材公司 然後他的器材只會租給一些專業的人士 他不會租給像我這樣的攝影師 他大概只 全台灣大概只會租給李秉秉吧 大概是這樣的Nabel 他就是很High End這樣 那 Red這家廠商 他就是剛好講的 他的心 然後又快 然後他的quality 是目前主流電影可以接受的 所以很多廣告也都一直在用Red的攝影機 Red這個系統 他目前也都已經就是 就是很穩定 不會再有我剛剛講的 就是發熱啊 或是開機很久這種事情 而且他的機身做得特別小 他最大的特點就是 跟Ari的Alisa是完全兩個路線 一個是把機身做得很小 一個小方盒而已 然後前面就盡頭 那Ari的Alisa還是比較大台一點點 對 對 那當然最近Ari 那講到Red的就講到Ari Ari最近也是出了 一台叫做Alisa Mini 那那一台攝影機 大概 其實剛剛我說的那個Red Epic 大概一台也是落在100出頭萬 那Ari的Alisa也是一台 也是100出頭 對 那Alisa Studio那些當然就是更貴 可能有到200多 但 就是 Alisa Mini最近出來是最新的機種 然後他 他就是 體積也縮小了 然後格式也更進步 就可以拍到4K了 這是Ari第一台可以拍4K的機種 對 那Ari這個廠商他就是 Quality實在很好 因為他有太多底片的經驗 那他也很可以去Match到 底片攝影師轉 數位攝影師的 一個 就是需要去 符合他們使用特性的一個習慣 像包含說 Ari他 有一個最明顯的差異吧 我覺得 剛開始我看到Alisa的時候 一般我們攝影機 他的操作的介面 都會是在 攝影師通常就像這樣 那他攝影的操作的 那個介面都會是在左側 那但是Ari的所有的機身的設定鍵 全部都在右側 這為什麼 因為他設定的 就不是給你單兵作戰使用 他一定是一個很正規的庭 有攝影師 有大柱 有二柱 有好幾個助理可以去幫你 Take care 那些事情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 care 機身設定 就攝影師不需要自己去 care 所以他把機身的設定 所有的鍵都做在 攝影機的右側 這是最大的差異 你看 目前還沒有 就是其他 其他攝影的廠商 敢這樣子做 因為唯有他的這個 預算夠高的時候 他才可以有這麼多人 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是他機身設計的最大的差異 這樣子 那 GVC這幾年好像沒有什麼 太大的動作 還沒有太大的亮點 對 那Panasonic就是之前有一個 GH4 它GH4它就是可以 可以外接 好像是可以外接拍弱檔嘛 對 那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 剛出來的時候 就是也是 大家都很微信 因為它畫質很好 而且它體積又很小 它可以被放在空拍機上面使用 可以在很多 就是像 我剛剛講的 像GoPro那種小型的尺度上面使用 當然它沒有GoPro這麼便宜 那Panasonic最近還有出了一個 SephariCam 35 那個特性 我等一下會在後面講到 因為它有一個蠻特別的功能 我覺得是 又是一個新的意義 對 那Sharker Sharker它就是 之前是做 做網路電視的 的攝影機 那 近幾年它 在這個 這個 競爭的很激烈這裡面 它倒是沒有它的 就是 沒有它的聲音出現 對不對 然後Black Magic Design 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就一直在出便宜 便宜到爆炸的這些機器 真的是很便宜 就是 但是買它的攝影機要很小心 對 就是因為它的攝影機 一開始出來的狀況都很不穩定 曾經就是 有一次就是我 試都沒事 我就直接把它帶到現場的時候 發現拍過來的東西是 有 有什麼 就是有一個叫做fix 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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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ece of pattern 就是它就是會 你拍黑的地方 它就會有一條條直線 就是會讓人家擔心 有些機器會 就是同一批型號裡面 它有些會 有些不會 就很尷尬 它的quality 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幸運就是買 幸運的話 就買得到好的 那不幸運的話 就被 對 就有點尷尬 這樣子 但它的 它的東西都是 如果你有實際去用過以後 你發現不錯 你就可以去下手 而且你是affordable 就是你自己就可以買得起的東西 而且它的畫質 也很接近底片的顏色 所以很多獨立製片 小型的工作室 它自己基本上都備一台這個的話 它就是可以拍到很好的畫質 那又有剛剛講的就是 又有resolve可以去搭配這個運用 所以有它機器就有一個正版resolve 所以很多很多小型的工作室 都買了這台機器 對 那 Canon就是剛剛講的 它就是一直都是做第二手R系列的 所以它的機器就是 CP值很高 為什麼到今天還是會有人選擇 要買5D 而不買攝影機 就是因為它還可以拍照片 它又可以拍影片 這件事情在很多 比如說中版部的一些地方 它有時候 一人要升遷好多職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工作的型態的時候 它就會很需要這種機器 所以它一直 目前都還是一個很主流 而且它鏡頭做得非常多非常好 你幾乎看所有很多廠商 它攝影機是自己的攝影機 但前面的鏡頭全部都是配Canon的 所以Canon的東西 它厲害是鏡頭厲害 然後它的CP值很高 對 那 這個 IAK GAMI 這個我比較不熟 因為 它是那個 那個 就是也是做 Vocasting的 那個攝影機 對 那 GoPro的話 GoPro是 就是剛剛講的 它就是做 專做小型的攝影機 而且越做越小台 它以前還有一些按鈕在上面 可以讓你去按 現在完全沒有 它現在就是讓 只剩一個 只剩一個 基本上只剩一個Wi-Fi的組件 就是可以讓你和你的手機聯繫 然後 只剩下一個大大的鏡頭 所以它整個機身已經縮小到一個 比一個50元硬幣還大的一個面積左右吧 但沒有那麼薄啦 那它就一個小方塊這樣子 對 就越做越小台 那當然它這個 一開始只有它做 但後來有很多很多廠商也開始仿著它做 因為那太簡單了 對 就是概念是它先的 但是很多很多人開始模仿了 像小米 小米就有出新的 就是 也是一個小的攝影機 賣得比它更便宜 所以那也是一個 對 就是後續發生的一些廠商 又加入了攝影機的這個佔據這樣子 對 大概就這樣講 大概明白吧 各個廠商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對 那我就繼續講下去 OK 好 那講到快門跟格數 這個 嗯 就是聽到 有些人聽到快門格數就快要睡著了 可能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音樂很基本 所以我一定得從這裡講起 那我會盡量用有趣的方式來 就很平易靜的講 我不會講太深奧這樣子 嗯 因為它快門其實這個東西很簡單 我甚至還有看過有人在網路上 就是一些論壇討論說 快門到底是不是拿來就是可以控制光亮 還是它就是 它 它是要用來幹嘛的 因為有很多人覺得 欸動態攝影 它就控制光圈就好啦 那快門到底會影響什麼東西 也不知道 對 那他們就會在討論說 到底可不可以用 他說 有些人說 喔我看過哪個攝影師 他就是都用快門在控制 他光圈都從來不動的 然後我就心想 哇 那真的也是 有點浪費 因為你就少了一個 tool 我可以去運用 我覺得很奇怪啦 怎麼會有這種觀念出來這樣子 啊 那也有人說 喔 快門就是看你要用就用 啊 就是 那像我是比較屬於這拍就是 大部分是定在一個地方 但是如果我盡量拍 比較 需要凝結的 需要柔順的 我就會去調整它 讓它看起來會不太一樣 那 在靜態攝影中 它 控制影像的這個 就是 剛剛講的吧 凝結或柔順的程度 像 嗯 假設這都在轉 轉的轉速度一樣的時候 你可以控制快門 越快的快門 它凝結度就越高 所以就會像左邊這張圖一樣 它就是整張很清楚 給你呈現出來 那 如果越慢的快門 那它就會越糊 因為它曝光的時間 它可能已經動那麼大了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像中間或右邊一樣 越慢就會越糊就對了 就是所謂的殘影會越長 有時候我們看到很多車流啊 就曝光很久了 它就會有一個車軌的痕跡 那個就是慢快門出來的 那相對的 如果今天我要 譬如說拍這種跳起來 那跳起來的時候 那快門就一定要夠高 要不然你就會看到一個人糊的 整個都糊的 那是一定的 這大概大家都一定會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所以在 但是在動態攝影中 因為它牽扯到格數 所以格數這個事情 跟快門又有一點點互相在 有一點關係 因為 格數會帶著快門走 在動態攝影的這個概念裡面是這樣子 為什麼會說它是創作畫面的一環 因為如果 格數都完全一模一樣的狀況之下 快門如果越快 那它的影像看起來就會 越有裂痕感 我不知道這樣形容 大家可不可以明白 但我等一下會有一個範例 那如果你的快門越慢 譬如說我今天拍30格 那我一般來說正常 最好的就是結果 大部分大家公認就是它的兩倍 就是60分之一 如果我今天拍30格就是60分之一 那60格就是120分之一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一半 那如果我想要特別一點 就是譬如說我今天需要比較 比較充足的曝光 那我才有可能 從60分之一降到30分之一 就是秒數會有這個調整 但是如果我今天想要讓那個畫面 譬如說看起來很動作系 就是動作的場面 讓它看起來就是很有力道 我就不想要揉順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把快門 故意再調高一點點 譬如說從剛剛講的60分之一 我可能就調到100或120分之一 這樣的一個數值 那它看起來就會比較 就是分裂一點點 但是這樣會有不同的感覺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可以看一段電影 然後這是比較 從這裡都還是正常喔 正常 但等一下它就會帶有一些抽格和高 超速快門的一個 有趣的地方 有沒有發現它的動作裂掉了 就是都很 每一格都好像很清楚 每一格都很清楚 而且 但它有帶有一點點抽格 所以 這一段是有點 就是 威脅的 幽默的 而且很清楚的 你好像都看得到它的路數 每一招你都看得到 這樣 那這就是所謂的 比較高的快門 這也蠻厲害的 它就是一鏡到底 然後整個路數 都被你看得一清二楚這樣 這是 那個 電影金牌特務 去年的電影 OK 然後 然後 再來看 同一個電影 也是同樣的 就是 武打的地方 但是是不同場次的戲 好 這裡 先來一個 就是很高速的攝影 好 這裡 你看它其實也是 它雖然不是像剛剛是一個 有點接近第一人稱 或者是跟在主角後面打的這種 但它的 這個 快門的速度 有沒有看到每一格 比較弧一點點 就稍微這個 些微的差異 但是會帶來一點點不一樣的感覺 你看它的動作比較弧 但是它 格數是跟剛剛用的 基本上是一樣 只是剛剛是稍微有抽了幾格 對 好險還沒有吃午餐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壞門最大的差異 我覺得就是類似像這樣的感覺 你說 差異不大 但是其實也是算 就是有差異 那這微小的差異怎麼運用 這就是看個人怎麼去控制這攝影器 還有一個我覺得比較需要講的就是 有時候快門這個東西 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然後就會覺得說 它不會影響畫面 我最常發現一個東西 就是在5D出來以後 因為5D的感光能力很好 它 而且它也沒有內建的ND 就是沒有內建的減光鏡 所以它拿去拍戶外的時候 就很多人 因為光圈就是不想說嘛 然後ISO又已經降到100 但是還是很亮啊 那它就開始說快門 就是會加快快門 讓那個曝光量減暗一點點 那有時候 一到戶外 它可能都開到什麼 兩百分之一 四百分之一這種描述 那時候你看到 譬如說它去拍噴泉 那噴泉的每一顆水珠都很硬 就沒有那個流水感 這是最常發現的 就是有好一陣子 就是大家還在用5D拍片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會發現 啊 這個應該是用5D拍的 因為它根本沒在care這件事情 對 有時候就會發現這種問題 所以 如果真的去 很care這個 final result 這個就是 最後結果的這個人 他應該會去帶一片減光鏡 然後去讓它的光 可以用減光鏡來控制 而不是用快門這個 也會影響到畫面質感的 畫面感覺的這種東西 去控制光亮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就是有這個 有這個一個插曲 對 從那邊我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人是不是剛新手拿到5D 然後去拍 然後拍出來 怎麼會這樣子 對 OK 那 快門大概就是這樣子 在剛剛金牌特務的影片 兩段就可以明顯感受到一些些不同的小雜意 對 那剛剛在金牌特務的那個第二段 裡面有看到一個就是high speed 就是高速攝影 剛剛那個高速攝影就是把那個牙齒打飛 那當然那個牙齒相信應該不是打飛 因為它應該是用特效做的 但是它所有人的動作 人的動作不可能演出 然後那個肉還可以就是 可以讓你控制成那樣子 所以它一定是high speed 它還是有high speed的成分在 那我在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為什麼會說high speed 到底是high 跟哪裡就是比比較高 一般我們正常如果拍 電影就是24個 那我們有一些短片有可能用 因為台灣是NTSC的系統 還是居多 所以用30個去做一個基底 是一個很正常的 所以用30個去拍廣告也是非常常見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稱30格是一個正常格 然後在網上如果拍到60格 那這時候就是兩倍慢速 因為30格裡面原本拍30格的這個1秒 但它如果多了就是60 就變成是兩倍的60格的時候 這時候你到後期軟體裡面 去把這個60拉長 那它是不是就變成是兩倍慢速 因為它1秒又播30格的時候 但是我又兩倍是要讓它等著播啊 就是格數如果夠多的話 它就可以產生夠柔順的